新竹县产业发展快人口暴增 警察局扩边原额220人 首播159名警大和警专毕业生新力军 包含女警12名已经完成了报道 将展开两个月的实务训练 全县警力是增加到1166人 提升治安和交通室大有助益 拉着行李箱警大与警专毕业生 陆续来到警察局报道 新竹县警力扩边增添159名新力军 这次加入的总共有159位 但是因为有55位是要返乡请调的 所以我们实际进入了有104位 其中有12位女行 她赚比是77.5% 那么这159位的同仁 我们是全部分发到各个分局 还有我们的保安队交通队 全部都是在外勤未来相亲服务 希望提升见景率以后 可以犯复阻犯罪的发生 另外也希望在警力加入以后 我们再处理交通事故现场 或者是交通路口的疏解警力方面 可以更顺畅 今年全国1128名警专生 通过四等警察特考 其中136人分发逐县 加上21名警大与两名外县市请调 共增加159名 其中女警有12名 扣除县内外调55人 实际增加104人 依考试分数选田分局 加速熟悉警政工作和治安交通状况 举办职前讲席 也将展开两个月实务训练 再由各分局分派单位任务 分发是行政巡官 所以希望可以进入交通组 或是督察组 就是在行政方面 最需要人手的部分 然后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理 我们这些新建的同级来以后 我们因为各个业务 都有他们需要理解的 在实务运作上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各科室都有编排专人 来给他们做说明重点 那另外我们到派出所 或者是到分队以后 我们会指派一个资深 优秀的同仁来带领他们 让他们可以很快地进入 我们警察工作行列 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警察局今年扩边缘额220人 满边可达1403人 现增加到1166人 16都外增补最多县市 也是全国22县市第二名 大大提升外情见景率 对治安交通都有很大注意 感谢观看